全臺大停電 一樣原本已經飽受缺水之苦的 中部民眾是造苦連天 有很多交通耗置是無法運作 所以警方也出動來疏導 還有不少店家的設議是大受影響 至於南投縣府也是漆黑一片 還有地方的警局只能夠搬來發電機 來維持運作 耗置燈不亮 阿嬤奇的機車就卡在路口 臺灣市區因為停電 包括臺灣大道和溫馨路 等重要的路口 下午三點左右 耗置燈就陸續不亮 遠景趕緊出動疏導 臺中五日的中山路 也是整條耗置燈不亮 交通亂成一團 臺灣市長盧秀彥也趕往環中 五旋路口了解疏導狀況 而社區不少大樓緊急啟動發電設備 但是附近的店家生意停擺 準備做生意的小吃攤 也只能喊停 根本無法應變 那連那個電風扇那些東西都不能吹 一直陸續這樣停停 又又開始會還蠻麻煩的 原來都幸福 下午也整棟大樓停電 到處黑壓壓一片 民眾洽工的業務也跟著受影響 張望地區也同樣發生停電 就連派出所的值班臺 也無法倖免 遠景搬臺發電機 但是不少的店家跟著無法做生意 而當時還有不少學校正在上課 突如其來的停電 讓教室黑壓壓一片 老師學生只能用扇子銷索 在雲林也有黃昏市場的攤商 跟著受影響 店家說只能乾淨買冰塊 就把食材壞掉了 全台大停電 對於已經缺水的中部地區來說 有多的一道考驗 藉由林健身 彭煥群 王威雄 中部綜合報導